《二十一都市日報》 全索羅斯來港造世界 2015年7月10日要問P06中港股市連逆走勢如坐過山車 吸引國際資名投資者紛紛現身 外電引述消息指 有金融巨惡之稱的索羅斯George Soros近日出現在香港的辦公室 引起市場人士選擇 包括索羅斯在內的海外基金或對中港市場虎視擔擔 時機從中獲利 至於曾與索羅斯共同創辦量子基金的商品大黃羅的 C.M.Rogers接受訪問時 仍對中國股市充滿信心 又透露截至目前為止 未有賣出任何中國股票 相反從本月8日開始增持 A.股 他指出 近一股紙下跌幅導致大連人驚訝 不過估計很快回現底 並逐步回穩上升 更形容真正的牛市事建立在翻越恐懼之牆的基礎上 張化橋施救市 此者恐慌性拋售 效果將識得其反 可惡 呼吸 可惡 你 可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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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惡